另外因應這個國際航空的機組人員 長期的這樣子循環式的拍飛跟居家檢疫 和自主健康管理 就業非常的不方便 那前一段時間之所以這樣 是因為有我們的機內的一個感染 就有一些外戰的管理上面讓人家不放心 就做了一些改變 一方面當然希望加強外戰的管理 那另外要求我們的 等於是交通的部門要求航空公司 要負起管理的責任來 所以那時候變成是7天的居家檢疫 那前段時間 是一段時間看起來在管理上面 是沒有出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減為5天 那我們現在又把它減為3天 減為3天 那當然這指的是說 入境旅遊疫情 第三級的地區 他走長城寒班的 那3天居家檢疫 那這次我們要上次以前是沒有檢驗 我們現在加上PCR檢驗是陰性 然後剩下11天就做自主健康管理 那在短班的部分 就直接就做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因為他們是沒有下飛機 直接在機上 然後就 再來回 所以基本上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那另外呢 我們現在當然也開放國際的航空機組員 可以打疫苗了 但是我們就是 講說先預告就是說 等到完整接種兩劑疫苗的兩週後 再來就是我現在打 那10週後就會進入到長城航班 就7天自主健康管理 那然後呢 他檢驗如果是陰性 那就可以解除 那短長航班就不用自主健康管理 那把防疫的新生活要落實 這大概是分做兩段一個 一半 那是 一半 那是 陰性 震性